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哪怕我平时说话脾气很坏啊 那么我这段时间特别背点背的时候 那说话也要改 就是平时说话说 我看你不需要我就给你个七点的时候 那你就得瞧着一下 哇 我这两天这么不顺利 那我说话就要融合一点 那就要改 这叫改口业嘛 我要改口业了 那你因为目前你觉得你不满意 不满意不是迫切了要改成什么 是赶紧瞧整你的生活态度 瞧瞧你的深口意 瞧瞧就是说 多节三月 就是说有的是不能原谅的也要原谅 该忍的也要忍 还有就是多节点交诊的好朋友 而且好多朋友你觉得他对你不好 你觉得他瞧不起你 或者说话对你很不客气 那个时候往好的地方想说 哦 他不是对我不满意 他不是不喜欢我 他只是心烦 他只是自己心烦 就是说你要往正的方面想 正身正义嘛 正严 你只要把自己的状态 身心状态瞧瞧过了 你身边的那些静才能改变 那个时候慢慢的 静改变了你的善源 就是说你的善业才能熟 等善业熟了 你的果报就改了 你身边的几率就全部跟着改了 所以你不是说迫切的 我再变成了什么 干净努力不是这样 是干净努力的改变身边 对每个人的状态 对每件事的那种态度 还有那种 我应该怎么面对这些密集 有低谷它一定有高峰 所以你觉得你现在不顺 你赶紧改变自己 慢慢的 他善的果报收了头上来 所以不要不满意 因为你如果身边 这段时间很不顺 不要说我怎么这么倒霉 我怎么这么对自己 这么不满意 如果是很不顺利的时候 恰恰是你逆缘成熟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逆缘有受缘 逆缘成熟完了不就没了 是吧 赶紧把它赶紧完了 完了我们善缘就出来了 是吧 所以没关系的 那是消耗你逆缘的时候 你不顺利的时候 就是消耗逆缘了 是吧 那个时候 多做些善行 叫它快点 快点过 所以不要不满意 应该喜欢它 你就没压力了 就觉得这两天这么不顺利 这么多逆缘 赶紧不出来了 这几天我就把它搞定了 是吧 所以就不会觉得一样 我觉得我就是说学府吧 对我周围的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但是就是好像 对女性的影响会大一点 对男性的影响就比较差 你要影响一个人是要缘分的 也不是说跟男性缘分不够深 就是说你会影响到男性女性 其实男性也把女性 这个是你的定义 影响谁也一样 你为什么一定要影响男性呢 对不是 还有就是影响佛还度不了无缘是吧 对吧 没有缘没有法缘它影响不了 对 就觉得好像你说啥 好像干嘛就不相信啊 就是好像 不知道用什么语言 用合法 你只要说出来 其实是他们也影响的 其实是你要一个影响的状态 比如说你跟她说话 你必须觉得她应该 我听懂了呀 真的你说的很对 她必须呼应你 你才觉得你影响她了 她不自身 你就觉得可能她是不是听了 她没听 其实可能已经影响了 只不过是你要的结果 跟她表达出来的不一样 你要的是 我说了 你应该怎么样 但是她恰恰没按照你的做 但不代表她不影响 你让她怎么喝水什么 她没有喝 不代表她 她也感觉了她可不可 她也在脑子里转了一圈 那就要影响 你说你要喝水 你不喝水怎么样 她的脑子想了半天 这个喝水不喝水 但是她没表现出来 她最后没喝 但你的目的是 她要不喝水就没影响 其实她已经在脑子下了 她最后觉得 她刷了不喝 也许她不是 她是不渴 另外也有可能 她是鞋上证书 所以她不喝 但是你已经影响她了 只要你说话 就影响我告诉你 其实你只是 你局限在 你一定要要一个结果 所以你就说 这就叫佛度众生 如果她执着地要众生 我一度你就成佛的话 那她觉得她的影响力太差 又度了半天 还没一个成佛的话 那她还有啥意思 说 我来到这个世界 我一个人也影响不了 影响是慢慢的 起一末话 一点一点的 不一定有结果的 是不是 但是也在影响 互相在影响 只要你存在 就在影响 何止你还说了佛法 听不进去 有什么言由无尽的感觉 没关系 听不进去 你也说 听不进去 就是你听不进去 直接告诉她 你原来听不进去 那我再说一遍 然后 力死她 没关系 能影响几个帅姐 那不一定所一定要影响 不在于什么 在于你是不是真的收到了 那个 触到了她的内在的 需要的东西 她不需要 你收的东西她不需要 对她要了 对她要馒头 你给她睡她 不在乎 不知道 还记得没说到点上 对没说 没说到点上 对他 噌 噓 噓 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